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大家都知道从来我们都是读顾成的诗 纯真而忧郁的 顾成作品集中呢很少有散文 他的散文与诗歌比起来似乎远离了那种飘渺的个人世界 但这种世界透露出来的感觉仍然是纯净而美好的 也正如这篇文章的题目一样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这篇文章 一起来听 人的生命里有一种能量 它使你不安宁 说它是欲望也行 幻想也行 妄想也行 总之它不可能停下来 它需要一个表达形式 这个形式可能是革命 也可能是爱情 可能是搬一块石头 也可能是写一首诗 只要这个形式和生命里的这个能量吻合 就有了一个完美的过程 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 那条路永远会清楚无二的呈现在一面前 这和你的憧憬无关 就像你是一棵苹果树 你憧憬结橘子 但是你还是诚实的 借出苹果一样 西方爱情是强烈开放的花朵 东方爱情是两朵花之间微妙的方向 自由并不是你不知道干什么好 也不是你干什么都可以不坐牢 自由是你清楚无疑你要干什么 不装算不搅柔造作 无论什么功利结果 会不会坐牢或者送死都不在话下了 对于黄或不知道干什么的人来说 自由是不存在的 对于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人来说 自由是不可及的 一个人生活可以变得好 也可以变得坏 可以活得久 也可以活得不久 可以做一个艺术家 也可以锯木头 没有多大的区别 但是有一点 就是他不能面目全非 他不能变成一个鬼 他不能说鬼话 说谎话 他不能在醒来的时候 看见自己 觉得不堪入目 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 并且干净 命运不是风来回吹 命运是大地 走到哪里 你都在命中 贾宝玉是真性情 鲁之身也是真性情 鲁之身一句唱词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贾宝玉眼泪就下来了 顿时就有了感觉 可是你让贾宝玉 抡个棍子去打 那无疑是招四 他们爱好不同 性情很不一样 但是呢 都是真性情 他就通了 从叶到花 或者从花到叶 于科研是一个过程 而于生命自身 则永远只在此刻 花和叶都是一种记忆方式 果子同时也是叶子 生命是闪耀的此刻 不是过程 就像芳香 不需要道路一样 中国人只创造了两个理想 一个是山中的桃花源 一个是墙里的大观园 我的笑话 不过是把大观园 搬到了山里 忘了林黛玉的药厨 是葬花用的 我到了新西兰的一个小岛上 把身体交给了劳动 四年之后 有一天 我忽然看见黑色的鸟 停在月亮里 树上的花早就开了 红花已经落了满地 这时候我才感到 我从文化中间 文字中间走了出来 万物清清楚楚地 呈现在你的心里 一阵风吹过 鸟就开始叫了 树就开始响了 这个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有在你生命美丽的时候 世界才是美丽的 好了 今天的文章分享就是这样了 顾成呢 是个纯真而自我的人 这种自我在文中表现出来 就是一种为自己而活的精神 我们都行走于着世 我们无法改变着着世 但我们可以活得自己 变干净 因为世界因你而美丽 每晚九点三十分 泥巴和印游的声音 帮你入眠 祝你好梦 晚安 如果流浪就要去遥远的地方 那我想带你去看辽阔海洋 那里没有松开辽阳 没有雪马上高 那里却处处都有鸟与火箱 如果你就要去遥远的地方 如果你就要远去另一片土壤 那我也可以为你插上翅膀 一个没有我的地方 没有冬雪下窗 没有冬雪下窗 在没有我的那个冬雪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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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冬雪下窗 你讨厌 嗯 啊 如果分别求助手 孤单与惆怅 那我想陪你知道 明明都发疼 踏着清晨的薄乎其放 步步见高气啊 就算黄黄来临时 全带了梦想 如果生活就要像 梦一样幻肠 那我宁愿就让你 像谎言一样 在喜不得成悔中成长 像成欢喜若狂 不用管我在原地 一个人流浪 时间太长 日子太长 在没有你的那些时光 我每天都会 泥入往日的彷徨 等来美丽的远方 不及你的城 我每天都会 在没有你的那些时光 我每天都会 一如我每天都会 一如我每天都彷徨 原来美丽的远方 不及你的身旁 原来美丽的远方 不及你的身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